現在熱烈在討論的都是 黨慶你們這些白衛兵 小紅衛兵造反啦 竟然敢火烤柯文哲 然後還說柯P從頭到尾 顏色鐵青 然後呢有一個評論 這個我要特別幫我講一下話 說我們兩個開嗆 說你智商157 怎麼會被國民黨騙去簽6點協議 這個我要先幫自己說話 我沒有這樣講 這句話是黃國昌講的 一個號稱智商157的人 去年怎麼會被國民黨 騙去簽6點協議啦 不 主席先不要申請 我真的有說 你數字不是很在行嗎 你不是很懂數字 又知道量子力學 又知道牛頓力學 怎麼3% 6%搞不清楚 我搞得清楚 是助力人搞不清楚 OK OK 那我先問一下 你真的有臉色鐵青嗎 當時你在台上到底在想什麼 他的表情還好嗎 好像還可以控制 不是 我跟你講 你要知道 舞台的設計 麥克風是朝前面 所以在舞台上 是聽不太清楚 你們在講什麼 所以老實講 我一直覺得奇怪 根本聽不清楚 所以有時候還整過頭去看 螢幕是什麼 OK 所以你的表情 是顯示很困惑 柯P澄清 他並沒有一臉鐵青 不是啦 我跟你講 這我這麼不會在意 這個小騎士 這個 真的嗎 大紅大量都過來了 非常感謝柯文哲主席 邀請我參加台灣民眾黨 其實我們兩個人 有很相近的地方 我們都是台大畢業 我們都當過黨主席 我們的農地 全部長出了停車場 不是 我覺得這比賽不公平 因為只有你們在講 我又沒有機會講 到時候我又有機會講 那保證你們會 火會燒回去 你們一定會被更慘 回想當初加入台灣民眾黨的時候 因為柯主席 我們會選七點半主要是要比那個 監控時間早一點 因為你想想看 如果八點上班 每天在路上至少就多浪費十分鐘 所以如果黃國昌建議說 我們要提早到 比方說五點半六天 我是沒有問題 問題是他不要 不要吹哨而已 那真的五點半 一個禮拜我看他就不退黨了